歡迎來到 говорит夜煮的頻道 今天想作一個簡單版的蔥油餅 包起餃子後還剩下10餃子炒 亦不想浪費 使用蔥油餅清潔 然后切粒 现在放半茶匙盐 1茶匙油 1茶匙粟粉 拌均匀 我用了10块饺子皮 我打算做2块葱油饼 先把5块饺子皮 像现在这样放 然后搅拌好油和粟粉盐 现在铺上去 然后加入葱 然后这样摺上去 然后另一面摺在一起 然后捲起它 捲到一朵花 然后大力压下去 然后可以拿任何的瓶 放起牛油纸 然后在上面滴 就可以了 压到大约这样就可以了 10块饺子皮 我可以做到2块葱油饼 现在我会开火 放少许油 然后煎 我们会用中火 煎到两面香脆就可以了 用饺子皮做的葱油饼 就很容易做 而且吃起来都很香脆 大家也可以试试 美味 如果你喜欢 给个like我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Thank you